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戏里面我刚好串了一脚 在这几有三集 大概五集的戏 就是演一个有忧郁症的一个女生 我在行艺里面演的是一名律师 这个律师其实是跟明顺 还有子炫是有很多对手戏的 也有帮子炫处理一些官司 然后跟明顺是有感情线 她是一个其实也蛮可爱 然后也很爱明顺的一个角色 我不想透露太多 我想让你们大家去看一看 国恩这个角色 她是一个 她本来也是独习一的 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 但是她本身认为那个错误 自己在本个人的原则上是觉得是没有错的 那她就毅然不要继续 那当然不继续也是因为学校开除她了 就说这个惩罚一定要惩罚 那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惩罚 我就毅然离开就跑去中国 六年读中医 那回来之后呢 就开始认识刘子宣那个角色 她叫敏飞 那她是一个CE 那她是很抗拒中医的疗程的 因为她在她的童年 有一段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就是她的妈妈生病了 那爸爸救不了她 她就认为是爸爸 给她之中要知道她 救不了她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童年医女 所以她很抗拒中医 那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两个人就好像火星转地球一样 有那种火花摩擦的发生 所以这两个角色就这样子开始认识 到了大概C的快要一半的时候呢 两个人才产生感情 拍了拍卖之后 大家都有反应很好嘛 就口碑很好 所以有提到说 我们两个的默契 好像有达到一定的成绩了 所以我相信 我在这一部 我还是希望 跟Disco有另外一种默契 来呈现给观众这样子 那再说这部戏 还有其他的影院 比如说我跟苏贤 苏贤我跟她一起 好久没有拍戏了 那清散 清散也是 从我出道 我们一起出道 参加才华到现在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跟她游戏 所以那个 我相信这个C的 我觉得还是蛮 蛮新鲜的 我觉得蛮新鲜的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和明顺眼情侣 很多部戏了 从《陌生人》 《客家之歌》 《有福》 其实《有福》也不算 就是他喜欢我 然后还有最高点 《四部》了 可是我们都阴差阳错 没有在一起 连这部戏也不知道会不会在一起 明顺大脸歌了 我觉得我跟明顺的默契还蛮好的 如果有看我们以前演过的一些戏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跟她的默契很好 我觉得啦 接这一部戏应该会让大家很开心 也真的是蛮开心的拍的 ��生人 thighs 到底哪 professor 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